2022年最后一个月的科学新知 跟大家见不见 是否时间做回估 回估通常到12月中 或者到圣诞前 会有很多年度回估的文章 暂时我们保持每个星期 最新鲜 热烂的科学结果 我们就跟大家说 有些东西宣布了吗 有几宣 哪一宣 第一件事是你的宣传 开始联络了我们的听众 无论是你用不同的支持方式 我发出了一个讯息 大家查看是否找到 会有个纪念品寄给大家 就让大家久等了 好的 大家等下吧 应该实收到的 如果给你的话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硬科学 但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味 但第一节我们稍微贴地一点点 我们可以提到网咀吗 刚刚网咀了吗 可以提的 这个可以提的 最重要的题目是为了说 多谢各位支持 想不到科学新知节目也有粉丝 而且今次这个网咀 按短时间之内 我们去安排的地方 即是一个礼拜 通常我们并不太问 因为大家想多些人 以及大家准备的时间 要多一点 因为有时突然要上班 或有约会来 但今次因应很多不同的因素 我们就相当快 亦都很幸运我们找到地方 所以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 我们也分享了很多不同的 都能谈谈 起码人少许人少许人少许好处 但当然试过今次 我们下次再找机会 和大家再大型聚一聚 下次搞大事点 好了 我们今天第一节 我们稍微贴地一点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是 防控政策开始在我们的地方 稍微松动一点点 谈了三年 其实在三年内 科学的发展 尤其是在对抗病毒体方面 有相当大的突破 问题就来了 现在是冬天 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地感冒 在今年的冬季 为何这个问题重要呢 因为现在听说 有人感染了流行性感冒 兼还有肺炎 是 有个妈妈是女人的知识 纯粹就是冬就容易涉陷了 然后我们看坊间也知道 一到冬季就是流感高峰的季节 甚至乎你说如果说疫情 也是看到冬天的时候会特别严重 其实用我们老生常谈的智慧 我们觉得冬天就容易涉陷了 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件事的 这也是符合我们的经验的 但很有趣的 我竟然在这个星期才看到一个科学新闻 有科学家在最近终于找到一个比较仔细的验证 就是说为何冬天会涉陷 我看到开始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 但始终就是了 以科学精神来说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很仔细的机制 什么叫涉陷呢 涉陷是什么意思呢 抵抗力低了 如果抵抗力低了 那为什么天气凍抵抗力就会低了呢 在哪里出了问题呢 原来在中医的角度 我们保健角度老生常谈的东西 原来在西方药理上 仍然当作一个认真的问题来考究 那你不可以怪她的 你觉得贵佬好像很愚蠢 其实不是 知其而言而不知其所以而言 为什么呢 中医不会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要靠现代科学去沉根究底 这里就要讲一讲 台长已经按到新闻出来 他比较仔细地说 什么叫涉陷 原来他发觉机制主要是出现在 你的鼻 尤其是呼吸道 其实说到冬天容易冬天涉陷 很多时候你会发觉那些病都是一些 从呼吸系统或是由呼吸系统进入的疾病 首先如果你当自己不戴口罩就用鼻呼吸 其实你说鼻就是第一道防线 进入了呼吸道 我们也知道在鼻里 其实是很多的一些抵抗病毒的第一重防线 我们甚至会知道如果我们要开发一个抗生素的话 原来在鼻里面的免疫系统如何对抗外来物 是拿到很多的灵感在这里存在 我们就去问了 究竟所谓冬天空气冷一点涉陷 对于我们身体各个地方的反应会是怎样 由那些反应我们怎样可以明白得到 原来是因为冬天就会令到免疫力降低 原来这班科学家主要是在鼻里面看 我会这样说 原来冬天 你其实当然戴着口罩是有帮助 因为它帮助你挡住鼻子 令到你吸入病原体的数目大大减少 如果你不戴的时候 其实我会这样说 你千万不要冬天鼻子 我不知道 你可能冬天手手脚脚 没问题 但原来冬天鼻子 直接冬天的温度会削弱鼻子的免疫反应 于是让一些原本不容易治病的东西 都会更容易进入身体里面 其实就是说 多了的研究来说 多了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他们了解到 那个温度和鼻孔里面的免疫系统 那个有效程度的关系是怎样 但这里也有数据 他现在说 将鼻子里面的温度降低 9度 华氏9度 即是摄氏5度 摄氏5度 已经可以杀死50% 数以10亿计的病毒 杀死50% 但我不明白为何它降低了温度 就是reducing 就可以是什么 它是降低了那些 专门帮你打击病原体的 那些细胞的活跃程度 其实就是说 可不可以这样 不是 它现在不是说病毒 我的体漏了 是打击病毒和病细菌的那些细胞 换言之 如果你低了5度 摄氏5度 即是你的鼻子里面的免疫体育士兵 基本上就会有50% 即是低5度也相差多远 我想香港在刚刚这个星期 有一天曾经是 早上24度 晚上只有13度 一天之内低了11度 你这些不算 我当时在加拿大 零下24度 25度 在街上 冷得你 无法呼吸 那是 所以那些地方 如果你不习惯 其实很容易肺炎 是 原来我们现在有个解释 就是什么叫冷得容易摄氏呢 原来冷了 就真的你的免疫力会低 免疫力会低 就体现于 你自己的呼吸度 第一重防线的免疫力 已经降低了 于是乎你就容易病了 其实这件事 他说不好听 真是妈妈的女人 其实这件事 他说原来冷冻的空气 就会将你的免疫能力 降低一半 只是小小的温度下降 已经足以令你的免疫能力 降低一半 所以大家一定要 整热鼻子 是的 现在香港还是需要 戴口罩的时期 如果那天你觉得 原来自己还不够衣服的话 戴多个口罩 也是令你不容易病的 一个好的方法 起码不要冻鼻子 那他有些推荐 你怎样可以推荐 你怎样可以增加你的免疫系统 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整个发言 在细胞的层面去做 是 这就是值得说的地方 最后可能大家得着 就是不要摄疼 冻疼就真的会有冻疼 但实际是在整个 他在了解免疫系统的药程度 以及温度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第一次 有人认真地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照计这个 应该是一个很早就做的 但应该搞得这么迟才去做这件事 你想很简单 流行性感冒 每一年都有 死这么多人 是的 有中外也会 为何会这么迟才去探讨这个问题 是比较奇怪 是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时 其实这个问题太过简单 太过为人所接受 大家觉得简单到一个地步 不需要从细胞层面去了解它 是的 第二个 跟现在我们这个疫情有关 你可否总结一下 这三年对于疫苗的发展 或者预防的 或者特效药 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进展合不符你自己最初的预期 其实你问我 香港应该是今年初 已经可以说疫情是结束了 其实我会说 不过之后 为何这样 大家心照 如果回顾 由2020年3月开始 那又要留意 大家都会记得一些故事 一些历程就是说 疫情的时候 开始的病 在我们的心目中有多严重 后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种 又出现了疫苗 又出现了特效药 现在呢 你跟最初比较 最初就是 那个病毒的最元族版本 是令人辛苦一些 是令人容易死一些 后来我们有疫苗 而且我们有特效药 而且我们就是说 今天知道 不止一种特效药 而那种特效药 原来还是很trivial的 即是很普通的特效药 都已经可以了 然后就是说新的变种 弱到的地步就是 基本上不太下个肺 所以就是一直有很多人 就是说打什么针 戴什么口罩 其实就这么说 大家都看到那个疫情 其实就是那个病毒 那个致病的程度 就很幸运地 其实一个关键就出现了 在2021年12月的Omicron 开始Alpha Beta 甚至乎Delta这些变种 它们的传染能力 一直是上升着 但是它的病情 令到人病的痛苦的程度 和致死的程度 一直都是不高的 就是说到香港 还记得很久之前发生的事 试过有一辆隔二十一天 外面回来 那些时期就是 一直是害怕 病可以潜伏很久 潜伏两个星期 然后一生病 你就可以生病了两个星期 所以有些人是 又生病了 去到隔完才发觉原来是有病 然后再要熬到病毒 是人生没有了一个多两个月 这是从2020年3月 一直到2021年8月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时期 传染性比较高 治病的痛苦程度比较高 而一直在挨着时间 去等疫苗出来 以及等大效药出来 而还未等到 然后一直到 大家可能都记得一下 其实就是由2021年年中 香港开始有得打针 那个针对于Alpha Beta变种很有效 但对于Delta变种没有防止 只能限制重症的机率较低 其实从那时开始怀疑 还打疫苗来做什么 但在最后的统计结果上 它是有光阻 但仍未完美解决 其实到了一个转机 就是Omicron变种出现 在2021年年底 然后疫苗 它更加能够绕过疫苗 但也很幸运 它的潜伏期又短 它发病病情又比较短 出来的严重性又比较低 又没有那么下肺 于是大家很多 就算未打疫苗的地方 它可以在死亡率 更低的情况下 捱过疫情 北韩其实就是这样的国家 它又捱过了 就算有打疫苗的国家 最先冲过去的就是 澳洲这些国家 甚至英国这些国家 其实香港 你问我 今年二三月 香港已经捱过了 后来还有上升 反反复复 还有什么其他 什么BA1的新变种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小事 但唯独事就是 始终对于年轻人来说 你如果问我 有个年轻人来说我 不要叫别人打针 不要戴口罩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 我便不反对你 但是重点是要保护 那些长期病患 和年纪大的人 我便会觉得 你其实有需要 继续靠疫苗 去增加免疫力 甚至乎要及早报告 如果你有长期病患 就让你尽快得到 一些标准的处方药来处理 我可以说 现在这一刻 你是不是可以当作 普通流感处理 我不反对的 这是应该的 当初曾经试过 大家对疫情很警觉 戴口罩又要封凉 在初一年多的时候 你看到有根据 但其实疫苗一出 甚至Omicron这个变种出现 其实整个疫情应该要走下坡 以及在整个群体 已经大规模感染之后 其实是需要放松的 但到现在开发新的药物 还有没有意思 有的 起码令你更放心放松 其实有一个相逢恒晚的 正好这星期的消息 但刊登在一个重要期刊上 就是一种很传统 普通已经在市面上用的一种 医肝状病的特效药 原来发觉是可以阻断到 这些这样的肺炎病毒 去入侵身体的细胞 他们真的用一些老鼠的内藏来试 甚至乎用人的一些器官捐赠者 那个肺部来试 就真的发觉用的特效药 基本上就不会令内藏受到感染 而那种药 一直在人中用了三十年 用在这些肝状病毒 然后的腐脏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你问我 就算中那个是怎样的 用特效药 就算有些人打完疫苗 打完疫苗都没有抗体 那些人就用特效药 也可以很快地克服病情 而是用一种很普通的药 其实一直我们很想这件事 早些出现 可惜现在都熬了三年 终于找得到 这也是好事的 令到一些 如果还要吹嘘 说瘟疫很严重 那些人 其实是时候放手 是的 但我觉得这个药 其实应该早点开发 不用打到现在 其实大家都不想拖 不过太多东西去试 你怎知道哪里可以哪里不行 是的 好 这一节我们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 梁锦祥工作室PATRO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